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李大叔今年56岁了 他被确诊为了高血压,糖尿病 那时候医生告诉他 需要适当减少肉类的摄入 才能更好地控制慢性病 李大叔听后,干脆就不吃肉类了 平时吃饭也主要以素食为主 后来他就因为头晕进了医院 医生说他贫血 他告诉医生自己虽然不吃肉 可是一直在吃豆制品 医生解释道 虽然豆制品中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 但是他的利用率并没有肉类的高 所以即便长期吃豆制品 也可能会出现贫血的情况 听了医生的话 李大叔决定以后还是吃一点肉 结果又因为吃肉太频繁 导致心脑血管出现了问题 李大叔很苦恼 自己到底怎么吃才健康 相信这也是很多老人的困惑 今天就给大家解答一下 一起来看 一、老人适当多吃肉或更长寿 很多人都认为 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 就应该少吃肉 这样才更有利于健康 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我们都知道 肉类中含有的蛋白质比较多 而且这些蛋白质主要是优质蛋白 更容易被人吸收利用 与此同时 肉类中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物质 比如脂质、维生素、矿物质等 经常吃肉 可以有效补充人体生命所需的营养物质 如果老年人长期单纯地吃素 那就可能会增加营养不良 肌肉减少 免疫力下降等的风险 因此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应该适当多吃点肉 而且年龄越大越要多吃点肉 但也不是什么肉都适合多吃 二、中老年人少吃猪肉的原因 一、毒素含量比较多 经过相关的专家跟踪研究显示 猪肉中的肉毒素相比于其他动物要高得多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猪的自身成长 消化系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体的消化道需要稳定运转 才能使食物被分解 从而为身体的运行提供足够的营养 一旦当猪吃了足够的食物后 仅仅需要四个小时 就能将其所有东西消化掉 正是因为消化时间过短 使很多毒素留在了猪肉的体内 而在器官组织和内脏中留存的毒素 相对会更高 年龄较大的人尽量少吃猪肉 对心脑血管不好 要多吃钙含量高的食物 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 之所以鼓励中老年人少吃一些猪肉 是因为猪肉中的脂肪含量过高 而且属于高饱和的脂肪 是非常不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众所周知 动物内脏虽然经过烹调后 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令人无法拒绝 但是如果食用过多 也会增加各种慢性疾病的得病概率 三、中老年人要多吃这些食物 对于中老年人朋友来说 应该选择以下几种肉类 一、鸡肉 正是因为猪肉中存在很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会对中老年人的身体造成致命的影响和危害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少吃 相比于猪肉而言 肌肉会更加健康 而且肌肉中的营养物质完全能满足身体的运转和需求 多吃一些肌肉能滋养五脏六分 同时也能治疗头晕 月经不调等各种情况 不仅能促进心脑血管的稳定运转 同时也不会埋下各种慢性疾病的隐患 二、鱼肉 鱼肉吃起来口感不错 而且它含有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 长期吃鱼肉可以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还有一点鱼肉中含有的DHA也比较多 而DHA可以起到增强记忆力 降低老年痴呆的作用 三、虾 吃过虾的朋友应该知道 它里面含有的蛋白质是比较多的 而且脂肪的含量比较少 由于虾属于优质蛋白 所以人体对虾的吸收利用还是比较高的 四、鸡蛋 有点生活经验的朋友应该知道 鸡蛋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一方面鸡蛋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而且比较容易被人吸收利用 另一方面鸡蛋的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 它不仅含有常见的营养元素 比如脂肪、蛋白质、矿物质等 还含有灵芝胆碱等 五、钙含量高的食物 对每个中老年人而言 在日常生活中要尽可能选择一些含钙量高的食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 钙质流失是无法回避的现象 很多中老年人吐槽腿脚越来越不灵活 甚至还会出现很多关节类的疾病 在日常生活中要尽可能多选用一些高钙含量的食物 比如青豆、海带、豆制品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以食疗的方式使身体保持在更稳定和健康的状态 六、卵磷脂丰富的食物 如果中老年人在饮食中可以选择卵磷脂丰富的食物 身体也能保持更稳定的状态 卵磷脂的食物不仅能使身体吸收足够的营养 更能保护肝脏 将血管中的垃圾、毒素物质很好地代谢出去 从而能避免三高症状的出现 富含卵磷脂丰富的食物有蛋黄、鱼头、大豆 只要能多食用一些这种食物 对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强大的 七、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对每个中老年人而言 在日常生活中要尽可能选择一些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对身体的好处也是极大的 年龄的增长使很多中老年人有肠胃疾病的困扰 消化功能逐渐减弱 使便秘找上门来 不仅影响了身体的健康 同时也影响身体的内循环 因此在日常的生活中 可以多食用一些玉米、大麦和蔬菜 这些食物能增加肠胃的蠕动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能减少生命的频次 使身体更健康 四、吃肉虽然好 但是应该注意以下三大事项 一、注意烹饪的方式 很多人都喜欢油煎或者油炸食物 殊不知 这种烹饪方式 不仅会破坏肉中的营养物质 而且还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 比如丙烯鲜胺、杂环胺等 平时在做饭的时候 应该注意烹饪方式 尽量选择蒸、煮、闷、炖等的烹饪方式 否则即便是健康的食材 也会因此变得不太健康 在制作肉类的时候 尽量把肉弄得软烂一些 这样就比较有利于老年人吸收 二、注意营养均衡 虽然说肉类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他们应该注意保持营养均衡 每天除了摄入一定量的肉类之外 还需要适当多吃点蔬菜和水果 以及五穀杂粮 蔬菜水果中的蛋白质含量虽然不高 但是它们含有的纤维素 维生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经常吃蔬菜水果 就能够给人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而且还能起到预防便秘的作用 三、每天不要吃太多的肉类 虽然老年人适当多吃点肉 对身体有好处 但是肉如果吃多了 也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如果吃肉吃得太多 那就可能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 进而引起腹痛、腹胀、恶心等的症状 对于60岁以后的老年人来说 每天可以摄入150克的肉类 其实不论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 它们都像鸡蛋、牛奶和黄豆一样 属于高蛋白质食物 它们的优质蛋白质 所含的各种氨基酸比例都比较适当 进入人体时几乎能被完全吸收和利用 从营养角度出发 吃肉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体补充优质蛋白质 相信大家对如何吃肉更有益 健康有了自己的判断 其实不管是吃什么 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量 对我们身体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万事都不能超过限度 此外还应该保持适度的运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